好 另外一位黄玲兰议员呢 则是针对高辽大桥 轮天大桥 明里大桥 重建进度与预算 紧盯县政府目前的执行进度 那么明里 浊西 古丰村 石坪村 因为石坪发生几次的严重摊坊 那么也造成明里村交通更为不方便 希望往后变道修复的时间 能够再缩短 方便当地居民的通行 县政总值巡视 县员黄玲兰也指出高辽大桥 轮天大桥 明里大桥 重建进度与预算 紧盯花林县政府目前的预算编列与执行的进度 他也并指出明里 浊西 古丰村 石坪村 因石坪村发生几次的严重摊坊 而造成明里村对外的交通相当不便 对外的交通也都必须绕路 希望往后的变桥修复速度能够缩短 方便当地居民的通行 四座大桥的一个重建的一个问题 跟建设处邓处长 因为我们高辽大桥跟轮天大桥 在0918的地震断裂之后 重建经费到位 然后也做了变道 但是变道在今年112年的7月26 杜树瑞台风之后 就两座变道都冲毁了 那么变道冲毁造成我们的一个 乡亲的一个非常地出入 非常非常地一个不方便 那么在9月3日海魁台风的时候 明里大桥又倾斜 那么倾斜之后呢 那么小犬台风的前两天 又一个小小的地震 那么两座桥墩全部 倾斜得更严重了 那么我也问了当下工作报告 我也跟邓处长请教了 确定是已经核定经费了 那么核定两亿多 那现在最主要的就是 明里大桥断了之后 我们所有明里 还有着溪古风 石瓶的这一些居民 轮天的居民 全部都要经过石瓶桥 那么石瓶桥呢 必须要经过石瓶村的时候呢 那石瓶村也发生了 几次的一个严重的一个摊坊 根本等于明里村 等于是一个孤村 那么我也请民众 我一个人的力量 我一个人的声音有限 所以请民众他们打1999 让县政府 让县长听到 清明爱明的徐县长 可以听到我们 乡亲的一个声音 也谢谢县政府 接到电话之后 真的隔天就下去 去看了 那么包括轮天的一个便道 一次两次三次的一个会刊 那么终于在11月3号县长 去到现场之后 决定在11月15 高辽大桥跟轮天大桥的便道 都会通车 那么轮天大桥的便道 在昨天11月13号已经通车了 谢谢县政府 但是在这个便道的这个部分呢 我必须要说 轮天大桥的便道 我每天一定会在那边经过两次 我每天都会照相 我的手机有很多很多照片 那么但是为什么在便道的一个修复的时候呢 要花这么长的一个时间 我希望明里大桥在做便道的时候 希望能够不要再有这样的一个情形的发生 因为明里大桥的一个封闭之后 经过的一个中秋节 又很多很多的一个节庆 乡亲回来 我们的父亲的孩子回来 都没有办法回家都要绕很远很远 那在这里呢 就是针对这些桥梁 还有就是高辽大桥 他这么多的一个九亿多的经费 为什么可以 不能跟北纲大桥 一样的一个设计 那么刚刚邓处长 林兰由这个大会执行的时间 让邓处长借由大会来说明 让我们南区的乡亲 包括前线的县民都能够了解 他的差异点在哪里 县远黄林兰也指出 在地震以及台风过后 造成桥梁的结构毁损 唯一提供村民通行的便桥 在台风来时也容易遭到冲毁 他也希望往后的便道修复时间 能够缩短期程 让居民的通行可以更便利 记者凌杰 华林寺采访报道